捷運南京復興站 本來就有這種長期住點的餐廳 不用出站就能夠買美食 不過現在在北捷五十個站 都會出現像這樣子的小攤車 原來是北捷推出的限定活動 就是因為捷運早餐生活節 二十四間商店都能在捷運站內看到 特別選在上班尖峰時間人潮多的 五十個車站 但只限定一個月 九月一號到二十八號才有 開賣第一天像是雙聯站飯糰八點多 就要補貨比預期中還快 是有看到一些比較像可送類的 我覺得還不錯 一些中式早餐絕對 一般來講我們都會吃 我覺得這樣滿方便的 因為有時候趕著出門都還沒吃 然後就看到這個廣告 就覺得很開心 知名早餐店早安美之城 福來早餐甚至人氣炭烤吐司名店 真方也在這四名單內 北捷貼心特製早餐地圖 尤其上班時間分秒必真 也替通勤族想好 所以下訂前先透過地圖 不看清楚 只是仔細看有網友質疑 這難道是摩斯跟路易莎的業配嗎 怎麼幾乎都是這兩家進駐 北捷對此回應 這一次招募以捷運周邊的 早餐商家為主 路易莎跟摩斯是品牌連鎖 本身不點多才會申請數量較高 快閃活動把人氣餐點搬 進捷運站內上班族也能更方便選早餐 特別新聞連至周宣台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